帶你來感受世界上最強的威尼斯玻璃工藝 被公認為世界最偉大的玻璃藝術大師Lino 首度來台灣舉辦各展 他已經高齡84歲了 人生有整整74年都是在創作玻璃藝術 更被稱為是改變現代玻璃藝術的教父 這次有40億件作品 帶您先讀為快 被公認為當代最偉大的玻璃藝術家 利諾塔亞比爾德拉 來自於玻璃藝術重鎮威尼斯穆拉諾島 小島做玻璃的歷史超過1000年 Lino承襲了島嶼工藝的翹楚 首次來到台北舉辦特展 那他最經典是在於 他的一個線條的營造 我們現在從這一面看到的話 會覺得黑色的一個玻璃絲線 是跟金色交織 但是其實從側面可以看得到 說他是用環繞的一個方式 來營造出一個視覺的一個錯覺的一個效果 一共展出41屆30組中大型作品 展場內有一條14公尺的魔幻通道 以大師最具代表的流暢線條拼接 讓民眾隨著背景 就能感受作品的繽紛奇幻 他讓這件作品的話是天使之類 平身的部分拉得像我們的肩膀一樣寬 然後再往上拉提 他突然就發現說 哇 中間那個螺旋的線條怎麼那麼美 然後他創作出來之後 他自己都覺得太完美了 可是他當時是有點傲囊說 他怎麼沒有太早 沒有早一點想到 因為如果早一點想到 他就可以創作出更多這麼美的一個作品 一個84歲的玻璃藝術家 專注創作超過70年 不僅是世界公認大師 更是改變現代藝術進程的教父 台灣觀眾總算難親眼看見 記者方請連環藝涵張振傑 台報道